各位摩西小组的弟兄姊妹五安 我们每逢每个月的第一和第三周的下午 就会发放摩西小组的牧羊的短片 今次是第二课 我们的第二课 今次是讲公平的审判 经文是罗马书二章一到十一节 我们开始之前有个祈祷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我们可以去认识到你 并且你是那位独一的真神 并且你是爱我们 我们在这里求你带领我们这段茶经的时间 使我们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 并且你加添我们的力量 能够活出你的教导 好让我们可以荣耀你 我们祈祷 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 好了 我们听一首诗歌 有一位神 有一位神 如果细心的弟兄姐妹就知道了 有一位神 是上一次我们的短片已经唱过了 是一班小朋友唱的 还有些手语 但是这次我们用第二个版本 这个版本不是小朋友唱的 这次是一个姐妹唱的 她说到这位神 是那位审判的神 好 我们一起听这首诗歌 有一位神 又却能创造宇宙万物 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 有一位神 有权柄身判一切罪恶 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 有一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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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神 有一位神 唯一的神 名叫夜和火 有权味融合 有权味融合 有恩典慈安 是喜在尽在勇在地神 是喜在尽在勇在地神 有恩典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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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神 有一位神 又却能创造宇宙万物 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 有一位神 高坐在荣耀的宝座 却死在尽在地神 却能创造宇宙万物 却能创造宇宙万物 有一位神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唯一的神 唯一的神 名叫夜和火 有权味融合 有恩典慈安 有恩典慈安 是喜在尽在勇在地神 有恩典慈安 有恩典慈安 是喜在尽在勇在地神 有恩典慈安 有一位神 又却能创造宇宙万物 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 有一位神 都坐在荣耀的宝座 却死在世家万旧人堕落 有一位神 我们的神 唯一的神 名叫夜和火 有权味融合 有权味融合 有恩典慈安 是喜在尽在勇在地神 有一位神 他是我们的神 他是唯一的神 名叫夜和火 有权味融合 他有恩典慈安 是喜在尽在勇在地神 他有权味融合 他有恩典慈安 他是喜在尽在勇在地神 有恩典慈安 是说神是照各人所做的去报应各人 我们开始第一节 你者审判人的恶 无论你是谁都没有办法推诿 你在什么事上判断人 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 因为你所作的正是你所判断的事 我们知道神必照着真理审判行这些事的人 你这个人你判断行这些事的人 自己所行的却是一样 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 还是你藐视神丰富的恩赐 宽容和忍耐 不晓得他的恩赐 是要令你悔改的吗 可是你一直硬着心肠 不肯悔改 为自己积处神的愤怒 就是他彰显公义审判的那天 所要发的愤怒 神必照各人所作的 报应各人 以永生报答那些来心行善 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老的人 却以震怒和愤恨 报应那些自私自利 不信从真理 而信从不义的人 把患难和愤恨 加给所有作恶的人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却把荣耀尊贵和平安 至给所有行善的人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因为神并不偏待人 没错,经文说的 是神会有公平的审判 神对相信他的 或者不相信他的人 都是很公平的 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最终都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 以及都要接受这个刑罚 神是没有偏心的 不论你是神的选民 或者外邦人 作恶的都会遭遇患难和困苦 而行善的会得到神赐的平安和福乐 好,今天我们的集作时间了 一共有五条 答案可以从经文那里有提示 我们只需要答是与非就行了 好,我们来看看第一条 第一条是问 神的报应是针对外邦人 而包括犹太人,是不是? 好,大家想想 是的 答案当然不是 我们来看看经文 在第八节里说 上帝会报应人 他说报应什么人? 报应先是犹太人 即是他所说的选民 后是希腊人 希腊人就是问题当中说的外邦人 我们来看看第二条 第二条是这样问的 犹太人及相信耶稣的人 是会代表神去审判其他人的行为 是不是? 当然不是 我们来看看经文 经文这样说的 你那些审判人的人 你在什么事上去审断 去判断人 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了 你判断行这些事的人 你以为自己可以逃脱神的审判吗? 所以我们不能代表神去审判其他人的 因为审判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神 他每个人都会审判的 第三条 有些犹太人利用神丰富的恩慈 宽容和忍耐去任意犯罪 是不是? 是啊 经文是这么说的 有些犹太人是这样的 我们看看经文 你藐视神丰富的恩慈 宽容和忍耐 一直硬着心肠不肯悔改 这个是说有些人是会这样的 我们当然不要学这些人 我们看看第四条 神对犯罪的人显出怜悯 是要激发他们悔改 远离罪恶 是不是呢? 答案就是 我们看看经文 他的恩慈是要令你悔改 他就是那位神 他有丰富的恩慈 宽容和忍耐 目的是希望能够令到我们一起去悔改 好,我们看第五条 祖先或者家族的善行和所迹的功德 可以帮助子孙免遭刑罚 是不是? 当然不行 我们看看答案 神必以各人所作的报应各人 原来 如何报应化呢? 以永生报答那些内心行善 尋求荣耀尊贵和不老的人 相反在第八节 却以真怒和奋恨报答那些自私自利 不顺从真理 而顺从不移的人 所以祖先的跡幅 对下一代是完全没有作用的 鼎姊妹是不是答对这五条呢? 如果答对这五条 你又通知谭传道 我又会寄一些奖品给你 少少心意 好,今天的金句 今天的金句是罗马书二章七节 我们一起背诵两次 以永生报答那些内心行善 尋求荣耀尊贵和不老的人 罗马书二章七节 好,我们来看看 今天我们的经文有什么生活的教训 第一,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最终还要面对神的审判 第二,我们要反省 有没有奪取了神的主权 走去判断别人的行为呢? 如果曾经这样做过 我们就要去祈祈祷 求神的宽恕 最后,我们想想一至两项 神喜悦我们做的行为 并且在生活之中开始实践 我们可以跟团友 摩西缴组的帝影姐妹 或者在WhatsApp里面去分享 或者跟家人分享 自己想实践些什么的行为 好让我们彼此提醒和鼓励 好了,我们在结束之前 有个简单的祈祷 满有恩慈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赐下无尽的恩惠 求圣灵尚上的监察我们的心思意念 叫我能够省察自己的过犯 以及赐我们的勇气去承认责任 以及能够悔改 主耶稣求你赐我们的能力 去坚守圣经里面的教导 让我们可以恒心地去行善 追求圣洁和永生的福乐 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了,得全家摩西小组的弟兄姐妹 下次再见,拜拜